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要我出床 尹处 买我黄毒祝寿 朕欢迎 但并不希望你在此造成血节 石黄 这么一个少年也敢冒犯我魔灵狐后人 我没有权力成剑的 此人就是由不得你来处置 你最好盯紧了你这宝贝 否则别怪我瞎狠手 石昊寻祖乃是亲情孝道 石子腾护府为道义之责 一切到此为止 既然石黄开口 我等也既往不救 念及最后一次香火之情 我且告诉你 那大魔神的下落 他不敌我师尊 入宫暂毙去了 说个骗子竟来找理算账 入宫之事 便是你生死之日 祖父 荣潭虎穴 好人也会去找你 你的至尊古墓 竟是以顽谷之法夺人造化 这也太过残忍了 当年行此事时 你可知后果 当年我上时又倒 当会只休息 不温其 不君心 心果 怕了 今日我祝你根除此因患 多谢长老 今日替你承受此番 望你之后 暴于苍生 你可随时对我出手 若能取胜 便可一关 补天阁密藏的真经 此刻我心中 是长老 如周围的莲木吐石 心中没有一丝伤人之念 长老所修不为人伤的境界 也就对我无效了 多谢长老指点 你无性超觉 可是 心性有偏 所修的道 糟化了 没有善恶之念 亦无对错 我不毁约 此为补天阁密藏真经 你 你一定要好好参悟 若能相抚新王 也不忘我 今日 帮你 我的义儿天生重统 注定天上地下称资 你 你 你说了吗 石王寿宴要青年裁剧入宫 当然了 还有太古神山的客人呢 多青年才去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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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滚开 你都在说谁 我乃凌云侯府的 小侯爷柳涵 竟敢误我皇宫父爷 那你一定有情情 您不是去了 小西天修行了吗 封围叠绕争一烈 燕与鹰蹄 墙挽留 对不对啊 那边的几位客商 是走你门子进来的 好东西 记得给我留着 走 我要好好参观参观 这御花园的美景 放眼整个荒语 这把笔手 算得上是 数一数二的宝具啊 过去看看 你什么时候变得 这么爱凑热闹啊 我想了那把笔手 我急着找爷爷的线索 没工夫 换半次 帮你出手机 不然皇宫之中遭遇以外 你可能逃都逃不掉 是 一次 一言未定 各位贵人 这匕首 狐龙斩交 绝对不在话下 这乃一等一的宝具 两万金币 我出五万 我出八万金币 我出十万 血精珠一颗 我出血精珠一颗 这位公子 您可别开小的玩笑啊 不够 够够够了 公子真是大手笔啊 总算逮到你了 他抢了我的战车情节 要不是碰到熟人 我都进不来了 怪不得这家伙花钱大手大抢 合着是个四处抢劫的强盗啊 还有没有王法了 大伙合力 前下这次 还想挨踢 这一点胆子 也好意思欺负别人 石榴殿下 你们在闹腾什么 石榴殿下 此人乃是混进来的强盗 我们正要拿下他 石榴 他还敢逞凶拒捕 强盗逞凶 石榴殿公子 能否出手拿下此人 对对对 是啊 帮我把他扔进湖里去 对啊 先揍一顿再扔 揍他一顿 揍他 抓住他 把他抓起来 抓起来 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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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是在救你们 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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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刀 到底怎么回事 他是谁 那小子居然让淳血吃龙都如此气的 幸亏刚才没跟他抢匕首 还有什么宝贝 拿出来瞧瞧 有的有的 而我就知道 石皇兽臣 必定有石祸之人 特意花了大价钱 从天南海北换的 公子请看 这就是传说中的 华天丸 将船可炼化诸天万物 哪怕至强者被收进去 也会迅速炼成一滩污血的 我出两颗悬必经买下此物 他乃金珠尊者的嫡系血亲 万万不可招惹呀 金珠尊者的嫡系血亲 哪里吧你 金少爷 这 这 金少爷 行了行了 默默唧唧的 再给你一颗 然后你剩下的那些宝物 就派人送到我府上去吧 金少爷 金少爷 这次 这次真的不行啊 这些宝贝可都是我的身家性命啊 如果是 够了 你是故意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吗 这好歹 招死 你小子 想踢人出头吗 金少爷 别那么大火气嘛 现在这些奸商 跟他们办不上 就这么一个破碗 三个玄碧精 都够买一车了 居然敢卖那么贵 还不如去抢好了 太古金钟 那是什么 这 那可是代表了神圣祥和的远古造物 能坑你这么一个小小的蝼蚁吗 哼 金少爷莫要生气了 你看 今天石皇寿臣 如此举国欢庆之日 像您这种神圣的神灵造物 就应该 出现在我的餐桌上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吃你的丸已经有了 你能自己带个锅吗 一切凡夫 竟敢如我垂血生灵 挡住 光头 你說恢复 竹刀 畫灵界尚未圆满 就敢这么嚣张 拿命来 今日拿你给我的话给我开招 哼 什么纯血生灵太可造物 不过是欺软怕硬的小混混罢的 多谢少侠出手相救 趁着现在没人 快走吧 我为什么要走 我还要去宫宴上吃蜘蛛蟹呢 少侠别开玩笑了 那魔灵狐蛮横无礼又极其户短 尤其是那金珠的爷爷 若是被他知道了 怕什么 我就是要让他知道 他孙子在我手上 少侠既心已绝 我也不便多说 望少侠能渡过此难关 日后必有大福运 还剩一条腿 叫不 嗯 要不我出美酒 咱们一起吃了他 是你 拍卖会那个 魔灵狐势力不可想去 你莫不是要害这少年 哎呀 姐姐你这摆明了就是看不起人家吗 打住打住 你们两个胖子到嘴 少牵着我 你觉得这位仙子姐姐很胖吗 就是 有些地方苗条 可有些地方很胖 算是 苗条的胖子吧 姐姐你可听到了 他说你好生样呢 他说的 我可没说 千 忘恩负义的小鬼头 打劫尊者 教训海神后裔 同时青鸾的交集 你都忘了吗 同时 青鸾 他们吃过纯血身灵 青鸾 他干得出来 你你你 你就是那个魔女 当时你跑了 好几个尊者 加上那海神后裔围着我一个人打 要不是我跑得快 东西都得让他们抢回去 好 好几个尊者 还有海神后裔 他还跑掉了 所以我让你们别惹他 这下知道我是好心了吧 什么话 那么多好东西我可都留给你了 这么冤枉我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给你个补偿我的机会 替我出手 教训教训那胖子如何 得 那赢了 可以把他带回村子 做媳妇 挑拨离间对你可没好处 姐姐说什么呢 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告诉你 让你放了金珠 即使是因为被他视为 荒芸未来霸主的石翼 引入了他们补天教 那石翼的阿爹 正是魔灵狐的弟子 石翼当真加入了补天教 我补天教从来惜财 是少年至尊们的最好去处 我倒想看看 那位所谓的少年至尊 在你补天教能学到些什么 我便等你答应替我出手了 我与他修为差距如此巨大 你那么想害死他 听见了吗 人家是列镇境的高手 看不上你这区区化灵境的修为 也对啊 姐姐距人间巅峰的尊者境 都只有一步之遥 跟他还隔着明文境一个大境界呢 不过没关系 我早有准备的 在神魔战域交手 就可如虚神界一般限制双方的修为 我靠你们就以洞天境交手最好 这也正好符合你我多年前的赌约 即进一战 小鬼头 你可知一般高手 开启四五个洞天 就会期待突破到下一个大境界 能够开辟九洞天者 据说只存在于古籍之中 足以被称为天宗神子 而那位月蝉仙子 号称洞天境之罪 在洞天境超越了古人 怕是尚不止于此 你可千万要小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